绿色能源产业是全球发展趋势 为了积极利用彰化风场与气候优势 彰化县政府计划在张滨打造全国第一座绿能专区 与台电合作推动设置300架离岸风机 成为台湾绿能产业的重镇 目前我们彰化县在风力化电 就是所谓陆地形的风力化电 目前有设置了83座的风力化电 这个所化电的能量数也是全国第一 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张滨地区原来 台电有个彰化火力化电厂的一个设置 一个议定地 那目前我们在已经把彰化了 这一部分的环品已经把它停按了 我们预计跟台电来合作 朝向于绿电的一个产能中心 此外张滨县政府也推动校园重电计划 在中小学校园利用校舍屋顶 设置太阳光电系统发电 同时推动鼓励县内畜牧业者 将畜牧排移转换可用资源来产生早气肥 不仅能让彰化实现环境、能源、农牧业永续发展 更成为绿能环保大线 我们将现有的这样一个硬体的建筑 结合太阳能板来充分我们发挥我们的力电 那还有所谓的生殖能 因为我们的这个畜牧业呢 它还这个数量蛮多的 它所产生的排泄物数量蛮大的 那我们将这些排泄物做一个力能的转换呢 未来我们也会朝向我们生殖能的一个 发电发展 目前我们在东罗西那边已经有设置一个 公民营协办的一个协力电厂了 所以说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那未来呢我相信不管在风力化电 在太阳能板 在生殖能化电呢 我们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经济部能源局平定的台湾36处优良离岸风场 有21个最具潜力风场集中在彰化外海 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动设立绿能产业示范区 有希望创造彰化县未来新兴产业新蓝海 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 大家对这些人有限的 看着我们下转的感觉 看着我们下转的感觉